三水水泥公佈跟亚洲水泥合作在内蒙跟东北辽宁地区共同发展水泥的业务 亚洲水泥大概是占三成的股份 那么其实这个最主要就是三水水泥的上市之后有很多现金 那么它在这个内蒙古跟这个东北就没有很多业务 那么跟亚洲水泥共同发展 三水水泥出钱 那么亚洲水泥出这个网络 那么两方面都有好处 那么三水水泥就可以很快就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对大家都是好处 水泥业务现在的垂下就是由大的企业垄断 那么这些在香港上市的水泥企业 因为有充足的资金去并购 所以将来的这个业务肯定是会看好 那么三水水泥的也是可以看好一点